上午10点,郭世强接任国家队主帅,郭艾伦喜从天降,辽兰成最大赢家 随着CBA就赛的结束,时间的退役,中国南兰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未来的几个月,国际赛事接踵而至 6月份世界杯预选赛,7月份的是亚洲杯 9月份的亚运会,面对这么多的国际赛事入选CBA国家队的球员 确实有着不小的压力 因为这些赛事,国家队在成绩方面有着明确的要求 所以南兰国家队在5月下旬就会进入集训,并且非常忙碌 因为疫情的影响,考虑需要各种隔离 害怕行程,安排不妥有冲突 中国南兰还继续启用之前用过的双国家队政策 目前呢,中国南兰红队主帅仍是杜丰 而兰队主帅经过层层选拔之后,最终确定为郭世强 他呢,之前担任过国家队助理教练,并且过去两年他还一直扶着杜丰 对于中国国家队事务及各项流程也清澈熟路 再加上杜丰的推荐,郭世强在时隔13年之后再次成为南兰主教练 他曾经还带领南兰在亚洲被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确实有着很大的能力 纵观联盟当中,像郭世强这种敬业的主教练绝对可以称得上少之又少 这次CBA能力最为出众的两名教徒同时成为南兰主帅 相信接下来国家队的成绩也并不会太差 而根据此前的规划,杜丰将带领红队重将征战世界杯预选赛 而郭世强则主要负责亚洲杯的筹备工作 郭世强、杜丰分工明确 此前中国南兰公布了一份26人的大名 顺理成章的像辽宁队的郭爱伦、赵纪伟、高世炎、傅豪等人 肯定会选择加入郭世强的蓝队 因为他们彼此了解,郭世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球员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 教练和球员的配合更加默契 相信在国际赛事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这样的话,郭爱伦等人在郭世强的带领下 自己的能力能得到提高 像郭爱伦本来就很强 在自己叔叔指导下还能更上一层楼 辽宁军团等人得到郭世强的集训 对于整个辽宁队也是莫大的好处 真是好处多多呀 朋友们怎么看呢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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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